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麼保齡茶室 又死了一個人 真是無辜 吃完 他也叫龜條 他叫粿條 我國語念粿 粿條 其實就是粿條 或是板條 或是河粉 都是米做的 吃個那個東西就死了 而且這家是號稱 他是賣素食的 沒有昏的 就很多吃素的 台灣吃素的人很多 聽說有10% 將近十分之一 結果居然 現在死了兩個人 四個人病危 很多人送到醫院去急救搶救 所以你講吃個草龜條 人就去 真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他女兒就當然哭 所以原本還能說 能笑的 怎麼笑就天人永隔 這家屬真的很不能夠接受 而且說這是猛爆性的酸中毒 因為大家有說 為什麼你新光醫院 反應得比較慢 他說不是 症狀太多 全身症狀 多發性器官衰竭 所以只能見招拆交 肝油問題治肝 腎油問題治腎 變成這樣子 全身性都來了 另外台南也有兩例通報 所以一個富人吃了這個以後 尿是茶色的 腎臟的功能受到影響 那是新北製造的 上電製造的 到底怎麼回事 他們現在台北 因為店在台北 炒龜條 做得在新北 所以趕快查他的製造商 還有17家下油 趕快要該回收就要回收 而且雙北有10間小吃店 都有他來供給 到底是什麼毛病 說叫做米酵菌酸 米的米 米製品 可能會產生所謂的米酵菌酸 中毒可能性高 他們就講說 大家常常有個錯誤 因為台灣很濕 大家說菜要涼了以後 再放冰箱 我從來不相信這一點 證明我是對的 我都是熱的就放冰箱 做好立刻放冰箱 他們說什麼做好會壞 當然不是 今天專家告訴你 做好的米飯放在室溫 兩個狀態就開始產生細菌 你想你只要溫度降低 細菌就產生了 你剛炒完熱熱的時候 沒有細菌放到冰箱 興趣不會滋生 你怎麼可以等它涼 當然是熱放冰箱 我再告訴你 就是熱子放冰箱 不是 而且什麼東西 尤其花生 這種米粉製品 很榮永黃巨毒素 把它放冰箱 不要放到外面 似乎很可怕的 曾經美國有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去郊遊 拿那個美貫不算吃那個sandwich 三明治 放在箱子裡 太陽子這樣一照 等到到了目的地 細菌不要翻都好背了 這等比級數的翻 一個生 兩個生 四個 四個 八個 八個生 十六個 非常可怕 那好吧 所以現在怎麼辦 非常毒 在台灣以前 還沒有發生過這個事情 這只要1mg 就器官會衰竭 那它會攻擊力線體 力線體是身體的 細胞的發電器 發電機 電廠一樣 墨山比克曾經 墨山比克曾經有一個啤酒廠 他們就用反正這些東西去做啤酒 裡面有米酵 菌酸 一下子死了75個人 當然現在還有人說不可能 可能是有人下毒了 到底怎麼樣我們看一下 法醫拉著行李箱提著大包小包 一早抵達新北市板橋殯儀館 三重警方帶著記錄工具 跟檢察官陸續到場 保齡查實案有最新進展 9點半要對首例死亡個案 進行解剖 也就是用餐不到72小時 救生亡的40歲 呂姓男子 一個多小時後 第二批檢察官現身 抱著一大疊文件 匆匆進到解剖室內 因為緊接著11點 要對第二位死者 也就是66歲 陽性男子進行解剖 食藥署目前 懷疑是食物中毒 而食物中毒分成三類 包含病毒性 例如諾羅病毒 細菌性 像沙門氏菌 或是農藥中毒 陽性死者 20號就醫時 因為諾羅病毒盛行 醫生檢查後 開立腸胃藥 一度有控制 拉肚子症狀 22號肝指數飆高 27號宣告死亡 7天內死好死壞 根據了解保齡查 殺人的第二名陽性死者 他的遺體是非常的腫障 包括說他的眼睛有突起 以及他的軀體還有四肢 都呈現腐腫 也讓檢警懷疑這案情不單純 法醫也提到眼部浮腫代表有腦部出血 除了葉克膜的抗凝血劑外 不排除有血液毒肯 但食物中毒導致血液毒的機率低 所以除了觀察個別狀況外 找出兩具遺體的關聯性 也是釐清重點 淑慧 到底怎麼回事 我想大家現在不要聽到米食 就過於恐慌 過去台灣從來沒有這個 第一次 對 第一次 這兩天大家一直聽到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不是一個細菌 它是一個毒素 它是發酵的穀物 被另外一種細菌所感染 叫做什麼唐昌普伯克氏菌 台灣沒有這種 過去沒有出現過這種菌 發酵的穀物被這個菌感染了 污染了以後 出現了米酵菌酸這個毒素 那這個毒素是一種 呼吸性的毒素 然後會去攻擊人類的這個立腺體 然後造成肝腎衰竭 可是過去沒有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這個 送到醫院去急救的時候 醫生一開始也沒有想 以為是食物中毒 可是當症狀出現急性的肝腎衰竭的時候 又把食物中毒給排除 趕快去處理肝腎衰竭這些症狀 所以星光的醫生就說 他們從來沒有發生這種狀況 那現在就臺北市政府的做法 他從治安跟食安 兩方面下去著手 一方面食安部分 我們從來沒有處理過這樣的食物中毒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已經把所有一般常見食物中毒的病菌 全部檢查過了 什麼大腸桿菌 沙門氏菌 葡萄酒菌 全部都陰性 那衛福部認為說 地方政府的檢驗能量不足 所以把所有的檢體 帶回去衛福部 要再一次做細菌培養 可是這個過程要一到兩個禮拜 那包括剛剛說的這個米酵菌酸 因為臺灣過去從來沒有 所以要從國外買這個檢體來做對照 可是把帶回去中央衛福部做的 那六項檢體 其實都是大家一般常見的食物 什麼高麗菜 豆芽菜 粿仔條 所以在這個部分會出現什麼 地方檢驗不出來了 其實我是打一個問號 那兩名死者 一個是臺北的 一個是新北的 所以今天早上由市檢署 跟新北地檢署 兩個這個地檢署的檢察官 聯合在新北市立的殯儀館 一起解剖相宴 希望做一些病理檢查 從兩位死者身上可以做出一些病理檢查 那這個信義分局的刑事警察 也已經針對這個保齡查室的四名員工 已經做完筆錄 也查扣了一些相關的證物 包括影片 包括他們的手機 因為不能排除人為的因素 為什麼它跟一般食物中毒不太一樣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一般的病菌 我們都查過以外 它是一個零星發生的過程 一般的食物中毒 譬如說今天一批食物來 這批食物不會生或是不乾淨 或是今天的器具 有一些污染的狀況 可能今天的消費者出現一個集體食物中毒的狀況 可是我們去看這十幾個消費者 它是零星發生在四五天 十九號出現兩三個 二十一號出現兩三個 二十二號 二十三號 這四五天出來只有二十號 一個人都沒有 其他的都是兩三個 兩三個 兩三個 那這一家保齡茶室是在百貨公司裡面的 照理說每一天的客人 沒有幾百個一定都有幾百個 沒有一千個也有幾百個 怎麼會每天都只有兩三個 兩三個 兩三個 這個是不符合我們過去 處理過這個食品中毒的 常看到的一個情況 台北市已經十年沒有過 因為食物中毒有人致死的這個案例了 所以昨天不管是醫療單位 或者是衛生單位 大家都有聯合去討論過這個案例 我們真的沒有處理過 類似這樣的食物中毒 所以今天拉高層級 不管是市府已經成立府級單位 衛福部也已經成立專案單位 甚至蔣萬安也到行政院會 去希望說跨單位中央跟地方 我們聯合一起來查清楚這件事情 這個是查案情的部分 那台北市的消保官也啟動了 第一步我們請創辦人到市府來說明 第二步我們希望說 希望可以查扣他的財產 防止他脫產 可是這部分假扣押必須要家屬同意 因為家屬還是所謂的債權人 他在相對方 可是比較遺憾的是 我們去發現說他們的責任險 是過期了 五個月 對 所以這部分目前 超過五個月 對 會有一個保障的漏洞 在台灣現在真的很麻煩 吃個豬肉 就是什麼西布特羅 而且說台灣以前傳來沒過 現在這個什麼 這次的什麼米酵菌酸 就是以前傳來沒發生過 很多都第一次 而且可怕在什麼地方 你要知道 比如說美國醫生 常常他診斷不出什麼叫瘧疾 因為美國沒有這個病 他完全不知道瘧疾症 從醫學院他就不知道 他沒有看過這個病人 所以你過去的旅遊史很重要 很多美國人到了非洲 文藝定回去得瘧疾 然後醫生完全沒看過這種病 所以就一再強調 我們到去看衛生單位 都說你一定要告訴他 你去過 你如果發生什麼發燒 你要告訴醫生 你去過非洲 你去過非洲 提醒醫生 否則醫生不知道什麼病 這也是滿可怕的 到底怎麼回事 吃個歸牙條怎麼搞成這樣子 休息一下一會 好不好 現在搞不清楚 這個保齡茶室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中毒 衛福部長說 可能是食物內生性毒素機率高 其實我們剛剛講那個 包括衛生引起 或是內生性的毒素 外加毒素等等 反正現在他的猜 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王必勝 次長說 樣態非常罕見 所以不能太苛責北市府 就現在每次去做事 你地方中央到底什麼 誰通報的 通報都沒有 全責是誰的 大家都搞不清楚 中央也搞不清楚 王必勝說是3月26號 傍晚收到北市通報 但是又有一說 是24號北市就通報了 蔣黃安說 當天就有機查展開應變措施了 另外他臉書 蔣黃安臉書連稱四次 他們在第一時間就展開調查 所以院會說食藥署24號 說有雙北的通報 所以王必勝說26號通報 可能中間有時間的落差 不過我覺得現在扯這個 沒什麼意思 趕快把原因查出來 趕快以後防止比較重要 林淑芬委員是說 通報整合要檢討 誰有人講的話沒事也是 夏天時光中毒多搞不完 但怎麼辦 搞不完也得搞 是台灣亞熱帶氣候又潮濕 的確夏天天又熱 各種中毒的狀況 另外剛剛也講了 他的責任險過期五個月 所以換句話說 怎麼賠到時候 另外說因為責任險到期 別人講說你中間怎麼不查 結果有人說 是地方負責的 我不可能每天查 每天查告訴我 你責任險什麼時候到期 什麼時候到期 不過說實話 食品業 製藥業這種 跟大家公共健康有關的 你那個產品保險 公共保險跟產品保險 是非常重要的 你自己要知道 是過期不過期 否則萬一出個事 罰死你 我們看一下 米酵菌酸 對 我們都叫他BA 是比較類似的 接著衛福部長徐瑞元 要唸出保齡案中 可能的毒物來源 米酵菌酸 都唸得這麼卡 就知道這毒素 大家有多陌生 有人為下毒的可能性嗎 這個當然都不排除 各種可能性 檢察官都會全部來查明 不只要追溯來源 就責也不能逃避 台北市長檢外一大早 緊急變更形成 親父行政院櫃球員 這一次也因為是非常罕見的症狀 第一時間也很難跟一般食物中毒做一個連結 只要家屬同意來進行假扣押 也就是針對保齡負責人相關的財產 避免後續如果有責任脫產的情形 保齡案滾雪球 受害人數不斷增加 到底通報有沒有慢反拍 根據食藥署規定 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醫療機構二十四小時內 要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告 調查後再向上承報食藥署 摊開時間軸第一起死亡案例 三月二十四號 新北衛生局通報 北市衛生局 三月二十六號 機關署接獲休息 當天晚上就會同專家前往保齡查查 吃個飯怎麼會送了命 就連自家立委也覺得太冤枉 非典型案例意外成了食安漏洞 好不好 除了吃東西 另外這個日本小林知道的紅橘 紅橘也增加了兩個人死亡 現在已經四個人死亡了 因為很多人不想吃那個醬膽固醇的藥 很多人有膽固醇的問題 有些人不想吃那個砂丁 因為有些人吃了以後 開始的時候肌肉無力 甚至肌肉溶解 所以醫生吃都要叫你先吃一兩禮 來看看你的肝什麼有沒有問題 這個紅橘是傳統來講 就是什麼紅糟什麼 健康食品 可以降低 降低檔過醇 而且據說吃的還不少 問題是它從日本進口 本來很好 日本進口不是很好嗎 但是看起來是被感染的 也許是黃橘毒素 所以我們台灣如果你吃豆類製品 花生 很多人喜歡吃花生 花生只要沒有開包 我也都把它放到冰箱我講 開包更要放冰箱 兩三天可能黃橘就出來了 甚至搞不好買的時候 都已經有了你不知道 因為你沒渴什麼 它製造商放了多久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要很小心 另外你看網路 我們現在衛福部抓過 那什麼健康食品什麼 抓得非常嚴格 但網路上很多那種 日本商人來做廣告 毫無限制 你們在網路上去看 毫無限制 因為我們衛福部都有量 比如你什麼東西的量 每天不能超過多少什麼 日本就我們量很大 政府根本管不了他 大張旗鼓在那邊做 衛福部都完全沒辦法 現在我們的政府機關 經常這樣 包括NCC也是這樣 我抓得到你 抓死你這樣 但很多我抓不到你的 放任你在那邊網路上 大放抉擇 亂搞一通 都沒辦法 所以這也是曝露 一個很嚴重的現象 另外有個70歲的 70歲的婦人吃了他以後 兩個月的時候洗腎 所以十曜水在瞭解當中 所以丈夫哭說像等死一樣 好像腎也回不去了等等 好不好 所以到底是怎樣 來 夏樂文怎麼看 我今天聽主持人 剛剛前面一段話之後 我內心非常恐慌 我沒有要製造你恐慌 其實我已經快要沒有 沒有敢吃的東西了 就是黃麴有問題 紅麴有問題 通通都有問題 而且常態性的食物的 處理的方式 也都有問題 不過因為紅麴 是日本知名的製藥廠 進來的東西 這個大概要去追蹤 這還比較容易一點 可是保齡茶室的事情 就很詭異 我同意剛剛幾位講的 就是你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 因為預先排除了治安的可能 而使得在所謂的收證 跟保全證據上面來講 都要錯失了良機 其實以這個案子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一個食物中毒的模式 可以去追追追追蹤的 當保齡試事情 從最早的19號開始 到今天28號前後10天 到第一個人死亡 兩個人死亡 當他沒有固定模式的時候 我認為檢查單位 就應該把犯罪現場 不是鼓勵他停業打掃 而是封鎖現場 而是應該把它當作 這個犯罪現場 就要開始封鎖了 打掃並不重要 因為我看不出他有合理的 食物中毒的模式 今天我們知道就是說 問題可能都比較共通性的 就是那個果條和核粉 同一類的東西 供應商同一個 上油廠商一家 可是他供應10家小吃店 在新北市有5家 台北市有5家 為什麼只有保齡這一家 不懂 就是如果這10家 如果那幾天都有事情的話 不會食物中毒 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聽到 聽到這樣的一個毒素的名字 可是你看到這種的 這種的米酵菌酸的 中毒的案件 不管在大陸的 在非洲 在國外 一些幾個知名的案件 它有一個共同的模式 就是當天是大規模的死亡 幾乎有沾到的大規模死亡 可是你看到這個保齡 保齡的裡面 它就不是 它是點狀式的 點狀式 你想同一天用餐的 那個是信義計畫區A13 全台灣的指標的精華區 那個客流量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它不會是食物 可能客人少 所以食物可能被污染 放個幾天 它不是這樣的問題 它在那幾天 所有出現出來的 現在已經求診的病例 十九二一二二三 就這四天 這四天裡面 也不是普遍性的 就是幾乎就是點狀式的 這種的點狀式 而同樣上游的供貨商 相同的食品 其他店家都沒有 都沒有試 不合理 我們只能夠講說不合理 當有不合理的事情 你就不能夠把它當作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不管是今天呢 學校裡面的營養午餐供應的餐殼 或者是外面餐廳的食物中中毒 其實它都有一個 非常清楚的圖案 就是那個時間點 那個範圍之內 有吃到有摸到的幾乎通通中 它都會是一個大規模的情況 而且症狀有一致性 可是這個案子裡面沒有 所以它會引起的恐慌 引起的恐慌不是食物中毒 它引起的恐慌是因為沒有模式 沒有模式我就恐慌了 因為我不知道背後是什麼東西 但是大家談的煞有其事 米笑俊酸 老實講今天 你作為一個衛生部門的主旗試者 我不是在乎你唸得出來 唸不出來 問題是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你自己也還不知道它的它是什麼 循著媒體當中的大家 網路上面鍵盤匣在搜尋 鍵盤匣在搜尋 是說症狀上面有可能像 可是有可能像 可是它沒有模式 而且連集體中毒的死亡模式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案子之所以詭異 之所以讓大家恐慌到現在為止 查了半天其實我們知道的等於理 我確實是因為它沒有固定的模式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新聞報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可怕 甚至你想像說 我們只是出去吃一個 而且還是百貨公司的美食街裡面 大家去吃頓飯 吃完飯回家 經過了一個晚上 腹瀉三十次 這是什麼狀況 所以大家會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模式去理解 那甚至現在大家也傳說 米笑俊酸 它可能會出現在哪幾類的食物 腸粉 米粉 然後甚至龜鳥這些裡面 如果接下來還是找不出原因的話 我想大家會越來越恐慌 越來越害怕 這些食物大家可能也都不敢碰 隨著臺灣天氣越來越熱 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食物的保存方式 會開始引起大家討論 甚至這個米笑俊酸 大家也說他因為加熱 他可能加熱之後 他也不會不見 那他也沒有顏色 也沒有味道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有點離奇 那隨著媒體在做這些報導 那臺北市政府 如果是在二十五號稽查 二十六號停業的話 二十七號所有分店停業 這中間還是有一段GAP的時間 有一段空檔的時間 他可能提供午餐或是晚餐 那我想臺北市政府 現在應該要做的事情 應該就是接下來陸續 在各個醫院裡面 或許可能還會有不同的人 出現類似的狀況 那這是不是得靠醫生 或是醫院裡面 他們自主去通報 醫生自己的敏感度 那如果這樣的話 後面還有一群要收攏的 這些症狀的患者的話 那臺北市政府 應該要做好準備 所以我還是建議蔣萬安市長 從今天開始 很多的行程 真的取消的取消 真的把所有的重心 提供在這件事情上面 至少每天要出來 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的進度是如何 這樣才能安市民的心 接下來再回來 還是要想問一下 多多一點 明天會不會 只能無敵 遵臉 負責 障これ 有多少